心情时间到 平平 你 你这是干嘛 自拍打卡呀 这里可不是一般也能来的 发我社交账号上 肯定很多人点赞 赶快停下来吧 这样做可不行 啊 为什么不可以拍 这里不就是日常使用的训练操场吗 在操场拍照 虽然看似很普通 没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可能暗藏着很大的隐患啊 哦 这其中会有什么隐患 你讲讲 好的 就让我展开来说说 首先 这种自拍有直接失泄密风险 现在 咱们的手机越来越先进 像素越来越高 照片所包含的信息也越来越多 看似一张普通的自拍照 一旦流传出去 别有用心之人 可以轻易地通过这张照片 找出拍摄时间 地理坐标 判断出有用的军事信息的 可我这照片上 看不到敏感的东西啊 那是因为 你不是相关专业的人 专业的情报人员 具备特有的敏感度 能够通过特殊手段 对照片进行处理 解读出高价值的机密信息 近年来的战争冲突中 就出现了不少 因为一张普通自拍照 暴露军事秘密 导致损失的例子 其次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随意上传工作制服照 可能会被不法分子恶意使用 这个怎么说 敌特分子 能够通过分析你的工作制服照 以及个人社交账号 很有可能 会解读出你的真实身份信息 如果是境外的风波罗机构 觉得你有价值 他们很有可能 通过拉拢 色诱 哄片等伎俩 来套路你 最终 把你拉入万丈深渊 当然 并不是说 不允许用拍照表达自我 记录美好 但一定要注意时间 地点 场合 正是因为军人 是肩负特殊使命的职业 咱们多绷紧一点 网络安全之根弦 国家和人民 就能少承担一点风险 嗯 说的没错 我们作为军队人员 必须时刻保持安全意识 采访活动快开始了 我这就把联网的电子设备收好 呀 准备得很到位啊 那必须 今天又是学到的一天